您好 欢迎收看7月1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县政府为了提升原住民文化艺术创作的能见度 还有促进文创产业发展 特别举办了花谢原色 2023花联届原住民族职人艺术展 邀请花联在地各艺术领域职人一起参加 即使在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展出 展期到11月30号 现在曲中文表示 花联原住民人才被出 在各个领域发挥所长发光发热 主要们在记忆传承 以及身后的历史文化 以及天生的美感细胞 化为创作的动力 为原住民文化注入能量 并以传统部落精神为基底 在工艺技术 艺术美感之中 创造出新的元素以及成就 其办就由花县原色连展 谱出原住民的艺术供应新篇章 我们花联县原住民行政处 在一楼的空间 有给我们的族人 还有给我们的工艺师 有这样的一个展场的空间 因为临近我们的市区 也希望我们这边的作品 能够更能够亲近我们的大众 让我们民众更了解 我们原住民族文化 而我们这样的空间 也是让我们的工艺师 有一些曝光的一些机会 让我们一些商品 能够更曝光出去 让民众能够更了解 策展的回面表示 为了继续展开原民的文化认同 这次联合多位艺术家以及工艺师 将各持有的文化内涵 生命迈向以及创作的经历 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些创作者的那些作品里面 我们很清楚可以发现 就是透过他们的文化跟生活里面 所汲取出来的一些创意 有木雕石雕还有复合媒材 包括我本人自己的西画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见就是一些漂流木 或者是原始的一些作品 那这也就是我们当地最具有自然风格的一些创意 在我的创作里面 其实它几乎都是以女性来作为主题 那我们也知道在地花莲阿美族 它是母系社会 所以在我的创作里面 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元素 除了大山大海 这些自然风光的元素 还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漂流木 或者是原始这些 那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 原民处部落经济科科长邓康南比老师 花莲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为 花莲市民签度123号 蒙诺医院正对面 而在一楼规划为原住民族产业 观光艺术历史与文化等资讯囊 到有些资讯的空间 以高雅明亮展场空间 展示独特的原民艺术作品 继续透过具有生命感情 及温度的原住民职人连展 让大家细细品味原住民文化的艺术创作 接下来欢迎大家一同来欣赏 品味以及购置收藏 接着就往花莲指导 感谢观看